认识一个人 他能把很普通的一道菜 做出别出心裁的妙出来 让人看着就眼馋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从你对待每一世每一物的态度上 就能看出你对生活的体悟 今天和您分享一篇很精致的小文章 好菜与柔软心肠 作者 红颖 有眼疾的父亲做的一手好菜 他做的四川泡菜 烙饼和蒸馒头 让我现在一想起就回味无穷 家里姐夫各个都会做菜 没有差给姐姐们 印象中 二姐夫本来不会做 后来 二姐得了支气管炎 她学着做 不到半年就超过了二姐 倒是两个哥哥被父亲惯了 只能赶得上姐夫们的脚趾 我从不认为 做家务有男女之分 在我生长的环境里 谁做的好 就是谁做 谁做了 在家里就不会少了话语权 我长到十二三岁 父亲眼睛就看不到 姐姐们上山下乡 和灶态齐高的我就得做菜 大厨房里 各家巧妇没有好肉 却尽其所能 把蔬菜做出各种花样来 夏天多是做凉拌 冬天喜欢做汤 父亲是浙江人 不吃辣 母亲是四川人 得狠心的辣 凡菜做的辣和不辣两种 因为菜得平票 连腾腾菜的根也稀罕 不会扔掉 用手撕成一条条 加点盐 本来不很好吃的根 变嫩了 或炒或败都好 开始随心所欲做菜 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起 流浪在路上 偶遇家境好的朋友 有好肉好料 我会细心而迅速地 做上一桌美味来 朋友们常问 做好菜是天生的 或是后天学的 秘密是什么 我大都一笑 我一直不离弃想象力 天生饥饿 后天更饥饿 对食物的爱 对人的爱 即使我是一副铁石心肠 也会在一刹那变得柔软 成为一个作家后 厨房就和书房一样重要 不写长篇时 常有朋友来家吃饭 老朋友让我放松 新朋友让我兴奋 也紧张 不知 他 或他是否有忌口 尤其是西方人 要么不能吃大蒜 要么不能吃干果 一旦吃了就中毒 要么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 要么干脆是素食主义者 我不想有人倒在我家餐桌下 做菜就做得格外小心 以防万一会做一道海鲜笋 把海鲜与蔬菜分开放 棕子搁在小盘里 等客人来了 问清楚了再放不吃 写作也未尝不是同样道理 我写长篇时 经常是一个人吃饭 照旧做一荤一素一汤 丝毫不含糊 为什么呢 吃差了 肚子就不高兴 肚子闹别扭 头脑就糊涂 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垃圾 挑剔的我 若吃不好一顿饭 绝不提笔 由此 我的小说和诗 幸运地与垃圾 隔了十万八千里 爱惜自己 怎么能只是说说而已呢 好好地吃一顿 饱饱地睡一觉 再多的心思 也没有吃饭睡觉重要 越是简单的道理 越不容易学会 但它恰恰是你 每天生活的幸福原理 感谢您收听 今天我和您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欣赏更多精彩文章 我是潮雨 明天见 一道 阳光最自然 阳散微笑了 享受美好时刻 我有我聪明 我的独特 选择最好的 核桃遇见了 牛奶用自信了 填满空气都平坚了 我的聪明 我来决定 结局改变了 真的猜的 统统抱在脑河 爱自己最快乐